五十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好 让五十佳Talk陪你 用新的方法创造属于你的理想老后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五十佳Talk 我是本集节目主持人 五十佳主编陈婉欣 今天的来宾我们邀请到 叶昭夏尔牙医师 和我们谈谈熟灵的牙齿保养 请叶医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婉欣主编你好 大家好 叶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谈的是 牙齿也会变老这个议题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器官一定会出现 种种的变化 包括心脏肝脏肾脏等等 只是大家可能很少会意识到说 其实我们的口腔环境的健康 也会因为年龄的关系 出现一些改变 这部分可以请叶医师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啊 那我来跟大家讲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大家都说老掉牙 老掉牙 为什么老了会掉牙 第一个原因主要还是我们的牙齿 在我们日常习惯中 我们常常要吃东西 然后甚至有些人会磨牙 有些人喜欢每天吃坚果 吃硬的 那其实我们的法郎子 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是很难再生的 我们小时候一个乳牙 慢慢长大之后 换成恒牙之后 这个恒牙基本上要陪我们一辈子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恒牙 妥善地使用它的话 那我们的法郎子会在很快很快的状况下去消耗完毕 尤其现代的人 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大 睡不好 晚上磨牙的习惯越来越多 在夜间的时候 你睡觉的时候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你可能会在这种状态下 很用力摇紧你的牙关 造成你的法郎子 比你白天磨耗的更多 法郎子的受损就更快 所以现代人的牙齿的问题其实也越来越多 除了饮食习惯 社会压力的习惯都会造成 所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患者朋友 就是要省着点用我们的法郎子 吃软一点 然后喜欢吃坚果没关系 照着营养师的建议 一天一把就好 不要把它当淋嘴 一直吃一直吃停不了 其实省着点用 才能让我们的牙齿 继续使用到七八十岁 甚至九十岁 都是好事的这样子 那牙齿为什么会掉 为什么老了就会掉牙 老了会掉牙其实是两个原因 就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房子的磨耗 房子磨耗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可能会开始伤到里面的 像牙齿 甚至伤到我们的神经 那大家常常听到 要抽神经抽神经 或是现在大家比较 那个医疗知识 更进步 大家知道 根管治疗这件事情 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牙齿在受损之后 我们必须要把受损的 神经清洁干净 让它避免细菌 造成它持续性的感染 然后因为持续性的感染 就会造成我们的牙齿 周围的骨头 不断的发炎 肿透严重 会造成蜂窝性组织炎 这个状况下 都不处理的话 牙齿还是会面临 被拔掉的命运 那第二是说 当我们的牙齿遇到 可能口腔的 清洁状况比较不好 然后喜欢吃甜的 也不好刷牙 那你可能会 很容易有牙菌般的堆积 然后会造成我们的 牙周病出现 牙周病如果没有再去 积极地去求诊治疗的话 它是很难单纯靠 我们自己平常的牙刷牙线 去把它根植的 因为牙周病是一种 已经硬化的一种 结石围绕在我们的牙齿周围 这种结石会吸附更多的 牙周病菌 我们指的是细菌 去造成我们的牙龈 骨头发炎 然后甚至造成我们牙龈 和骨头慢慢就流失掉 所以当我们牙齿 它的牙根 是藉由我们骨头 在包覆的时候 当骨头慢慢流失 或萎缩的时候 那你的地肌越来越薄弱 那牙齿你就会发现 我年轻时候不会 那我怎么老 也不是说老 那有个年纪的时候 为什么牙齿开始咬了 开始晃动了 然后我越来越不能吃硬的东西 我只能吃软的 因为它很咬 我咬下去就会痛 那等它咬动一个程度 你还是没有去在乎它的话 它可能有一天 你咬一个东西 它就掉下来了 了解 耶医师我们知道说 其实法郎值 它并不是一个很软的东西 它其实是人体内最坚硬的部位 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 因为刚刚其实已经讲到 法郎值我们要省着用 才不会老了没得用 它在我们的口腔里面 到底扮演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牙齿的结构 我们牙齿最外层叫做法郎值 法郎值接下来里面的牙齿中层 叫做象牙齿 最内层是我们的牙 所以就是我们神经血管的部分 我们的法郎值和象牙齿 是属于叫坚硬的结构 主要它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叫做 Hydroxyapatite 简称HA或是HAP 中文叫做 氢氧基里灰石的结构 那这个无基结构 由钙离子组成 那它会让我们的象牙齿 提供像一个盔甲式的硬度 在我们牙齿表面 它也其实是我们人体里面 最坚硬的物质 这个成分其实 不管是在法郎值里面 或是我们的象牙齿里面 就是占了它大多数的成分存在 那Hydroxyapatite 遇到我们的细菌的时候 通常我们这边单纯去讲 造成蛀牙的细菌 蛀牙细菌跟牙周病的细菌 是不同种类的细菌 它会造成不同的结果 两种菌 初分成两种大范围的菌 造成蛀牙的细菌 就是进食之后 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巧克力 这块巧克力上面的糖分 附着在我的牙齿表面 细菌会去消化这个糖 因为它也会想要繁殖 它也想要生存 所以它会消化这个糖 它在消化这个糖的时候 会释出一个酸性物质 那这个酸性物质 就会把我们牙齿表面 里面的钙离子 溶解出来 我们现在把它想象做 是我们牙齿 是一个坚硬的水泥块 可是里面的矿物质 被溶解出来了 剩下是不健全的结构 然后这样的话 它就变得松松软软的 所以持续日积月的 这种状况下 我们小小的脱钙的状况的牙齿 就会慢慢变成小洞 然后甚至变成大洞 这个就是一个蛀牙的进程 细菌配上它需要的营养 消化之后产生酸 酸性物质 溶解出我们牙齿上的钙 然后就是我们HA里面的钙离子 然后慢慢侵蚀我们的法郎子 它的原理是这样 这个是指细菌的侵蚀 那另外一些成分 比如说喜欢喝可热的人 喜欢喝很酸性饮料的人 这些酸的物质 其实在细菌还没有去消化 它已经在侵蚀你的钙离子了 所以酸性的饮料 酸性的食物 也是要提醒大家 还有提到刚刚讲到磨牙 其实最最最可惜的 就是磨牙的人 它两个上下牙齿的法郎子 坚硬程度一样 互相的磨耗 半夜给你磨过几百次 这样子 很可惜上下同时被磨耗掉 在这些状况下 都会让我们很容易 流失掉我们的法郎子 虽然我们出现了很多 可以治疗法郎子缺损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还是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可以在发生这些状况的时候 先保护好我们的牙齿 保护好我们的法郎子 其实会大过于你未来 要花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金钱去做牙套 去植牙什么之类的 叶医师刚刚其实提到 很多饮食习惯 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法郎子 像在过年期间 可能大家都有吃瓜子 或者是吃一些坚硬的坚果 这种小零食的习惯 可以跟我们谈一下说 这些饮食习惯 我们要怎么避免 让它伤害我们的法郎子 其实我举过我自己身边的例子 我老婆自己本身很喜欢吃腰果 但是腰果这种坚硬物质 尤其我们亚洲女性 我们的法郎子 其实是跟西方人比起来 我们牙齿是偏小颗 法郎子偏薄 甚至我们厚度只有西方人的 六成到七成不等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层盔甲 是比较薄的 但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又喜欢吃瓜子 喜欢吃腰果 这类坚硬的食物 其实对我们的法郎子 消耗是很快的 有人说腰果是一个健康的油脂 我相信它是的 但是过量的饮食 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负担 甚至对我们法郎子的负担 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边还是建议大家 着量的去吃就好 一天一把OK 你太常吃硬的食物 还有一个常见的状况 就是牙齿裂掉了 你可能不是因为蛀牙 但是你太常去吃坚硬的食物 在牙齿表面 一开始会给几些 可能很细微的裂痕 但是这细微裂痕 在日积月的下 它就会逐渐加深加大 有一天直到你发现 啪一声 我牙齿怎么崩一块 或是我牙齿怎么开始痛了 这就是牙裂的状况 比如说这过年期间 我就是都是我很担心患者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 我的尚未结束疗程的患者 或是已经在追踪的病友们 他们牙齿到底在过年期间 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因为在过年时候 大家容易大吃大喝 在年后总是涌入超多的人 我还记得一个印象蛮深刻 一个女性患者 大概20来岁而已 她开工第一天就来 她脸就肿起来 她过年前其实正在治疗当中 但是这过年应该就是没有睡好 没有清洁好自己牙齿 可能又吃太多东西 整个牙根又再变成急性发炎 然后整个脸就肿起来 如果她再拖一点没有来看的话 就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这会变得更严重的状况 治疗会更麻烦 甚至会对生命的安全 有一些危害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其实伐狼之受损 它后续衍生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的让人困扰 而且很难补救吗 补救是可以 牙科有很多的治疗方式可以补救 但是我还是觉得预防生于治疗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在初期的时候 饮食的习惯照顾好 然后你选择适当的刷牙方式 适当的牙刷牙膏 这些产品把这个习惯做好的话 你可以为未来省下很多的治疗时间 和治疗费用 我觉得人生的时间才是最宝贵的事情 所以如果能省下这些时间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那叶医师刚刚既然已经提到 预防剩余治疗这件事情 然后牙膏又在里面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那叶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点吗 怎么透过这个牙膏的挑选 来保护我们发狼之间 其实市面上大家会看到很多的牙膏 它在标榜着不同的功能 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我们举例来说 美白牙膏 它里面它含有比较粗的颗粒 所以它去刷牙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牙齿上的一些茶垢 甚至一些咖啡籽的染色 去用粗的颗粒把它清洁磨掉 但是相对来说 它对发狼子就不是一个好的保护 它等于是拿一个比较粗糙的物质 再刷好你的发狼子 长期使用这类牙膏 你可能牙齿一开始会觉得比较白 但是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牙齿可能变得比较容易敏感 发狼子都被你刷掉了 或是流失比较快 那第二种现在比较常见的叫做 抗敏感牙膏 抗敏感牙膏各家的成分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目的就是要去把流失的一些防智结构 造成我们的象牙齿或是牙根表面的一些孔洞 微孔洞暴露 它就是要去把这些微孔洞做一些丰田 或是它的保护处理 让它的那个抗敏感效果出现 还有种叫做牙周病的牙膏 牙周病的牙膏是主要它里面含有一些 对抗牙周病菌的药剂成分存在 所以它可以在使用这类牙膏的时候 达到一些预防牙周病的效果 但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去推荐一款 就是我们Bionic 贝欧尼修复牙膏 它是一个德国制的牙膏 我自己最近使用上其实是很喜欢的 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很温和的 我印象很深 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我出去台南去听一场演讲 我住的一个民宿 它给了一个牙膏 辣到我后面两三天 我的舌头是尝不到味道的 我就觉得我到底是确诊了 还是怎么了 怎么会有这种牙膏 后来我使用了贝欧尼牙膏之后 我觉得它使用上来它的口感 它对我的软组织 甚至我的舌头 我觉得它非常温和 它不会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所以不是很寻求那种 要很凉的牙膏的使用者 我其实大力可以推荐 这种温和的口感的牙膏 但是这个牙膏的口感 只是它的附加的一个优点 它其实最主要的优点 它还是在它的防智质修复 因为它本身含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HAP的结构 仿生的天然防智质的结构在里面 它是通过一些科学的实验 然后去认证 它可以做初步的牙齿 防智质流失的再概化 防智质是没有办法自然再生的 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透过一些好的产品 可以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保护膜 让牙齿获得一个好的保护 那让它在未来长期使用上 可以减缓 我不能说它一劳永逸 但是它可以减缓 你对防智质的消耗和抹耗 也不是说大家这样就可以多吃一两颗坚果 或是不刷牙啦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省着用 然后好好刷牙 用对的产品 然后事半功倍 这样子 刚刚叶医师讲这个贝欧尼修复牙膏 它是一种仿生牙膏嘛 对 然后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成分 叫做仿天然法郎值微粒 那叶医师可以跟我们再谈一下说 这个特殊的成分 它对我们法郎值的帮助原理是什么吗 我在拿到这款牙膏的时候 我其实是很惊艳的 除了刚刚提到它刷起来的感觉之外 因为我们学医的必须要讲究证据 实证医学是我们的准则 那我有去研究它的里面的成分 还有它的文献 它的成分里面有一个20%的仿天然法郎值微粒 英文我们叫做BioHAP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Bionic Repair To Spast 那为什么我们会称它为仿生牙膏呢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法郎值和我们的象牙值里面 有一个HAP的这个成分 那它藉由添加这个成分 去覆盖在我们牙齿的表面 透过我们刷牙的时候 把我们的脏东西清洁干净之后 里面的仿天然法郎值微粒 它会包覆在我们的法郎值表面 或者是我已经牙音萎 暴露出来的牙本值小管的表面 那这样的结构的存在 我也特别去看一下它的文献报告 第一它可以让我们在细菌 在释放酸性物质的时候 它会先第一次接触到这一层保护层 所以它腐蚀掉的是这一层保护层 它不会去直接去腐蚀我们 法郎值表面的钙离子 那第二 如果说你是刷得干净的 那这一层保护层 它如果可以持续 比较长的时间在我们的牙齿表面的话 它其实会在跟我们已经流失的 房子表面的钙离子 做重新的结合 达到一个再矿化 再钙化的一个效果 我们常听到叫做含佛牙膏 它是同样的概念 我这边还是要去提一些我临床常见的患者 其实我常见的患者不一定是只有健康的长辈 牙齿好好的症 我常见的是口腔癌的患者 或是其他癌症接受过头颈部治疗的患者 这类的患者他们的口水因为受过放射线的治疗 他的口水脱异线会被这个放射线破坏掉 他口腔内是非常干燥的 那这类患者他没有口水的流动 等于我们一些免疫球蛋白 没有办法在口腔内循环 去抵抗我们的细菌 这类患者的牙齿 是非常容易在饮食后 受到细菌的侵蚀而造成蛀牙的 我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患者 才50多岁 但是我补完一颗牙齿 大概半年到一年之后 他同一颗牙齿的另外一个角落 就会再蛀牙一次 所以就必须要常常去看他 然后定期去帮他补牙什么 他也很认真刷牙 他来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觉得 他有很多牙菌斑 但是很可惜他就是因为 之前做过头颈部放射线的治疗 没有脱衣线 没有口水 所以才会这么容易蛀牙 所以如果有一些可以保护牙齿 让牙齿对蛀牙抵抗力好的一些 产品存在的话 我觉得对这类患者来说 也是一个福音 所以叶医师其实刚刚的意思说 这种修复牙膏 它等于是你每天可以帮你的牙齿 再加一层保护 对对 我自己刷完之后 还蛮有明显感觉 真的比其他牙膏来的 有一个保护的感觉 就是薄薄一层 那这一层可能会随着 你在后来在饮食啊 会流失掉 但是当你在刷牙一次之后 你会觉得这层保护层又回去了 那叶医师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因为好像美国那边有一些相关的研究 显示说 它不是只有感觉 它是真的可以帮你增加一些保护力 这个就是我在网路上去查 这一家贝欧尼修复牙膏 它真的有去做一个实验 它是在美国Texas 圣安东尼奥的健康科学中心 有一个阿曼奇教授进行的研究 那总共有30位参与者 他们就是让使用者 他们不知道他们使用了什么牙膏 其中一种牙膏 就是贝欧尼的仿天然仿洋籽微粒 BioHAP成分的牙膏 另外一种是其他市售 但是不含HAP的牙膏 那我们重申一致 参与者他们不知道使用哪一款牙膏 在两周后 透过我们的精密成像的方式 去对参与者的法郎值片进行了一些研究 那结果显示 含天然法郎值微粒 BioHAP成分的牙膏的参与者 他们的法郎值片 都有明显的牙齿再矿化的结果 而且这个再矿化结果 可以比较深入法郎值 的地方去做一些初步的修复 那另外一种 市售牙膏 紧注于牙齿再矿化 没有达到一个比较深层的修复效果 所以 它的结论就是说 贝欧尼修复牙膏 可以在两周内 达到一个 有效的修复受损法郎值 但是我们大家还是要认清楚 这边值的受损 只是表面的保护和再矿化 而不是针对 你已经注了一个洞的牙齿 这个洞会长回来 这是两回事 大家千万不要去误会 所以从结论来讲 我们可以说 其实仿天然法郎值 为例这个成分 它其实是对我们的人体 天然的法郎值 是有保护效用的 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我蛮同意这个的 因为 我们每天要对抗 就是造成蛀牙细菌 或是造成牙周病的细菌 我还是觉得 正确的刷牙方式 正确的牙刷 牙线 牙尖刷 还有牙膏的选择 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如果一个人 他没有定期看牙齿 但是他可以好好的刷牙 他有正确的刷牙习惯的话 其实他很久看一次牙齿 其实没有太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平常自我的 好好的照顾以及清洁 就是一个达到预防 剩余治疗的一个效果 产品很多啦 那如何去选择 或如何去达到一个 正确的刷牙方式 其实现在网络上 大家都很容易去搜寻到 相关资讯 或者是说 台湾牙科诊所这么多 只要去找一个 你心爱的牙医师 请他花点时间 他其实大家都愿意 去教你一些 正确的刷牙方式 那什么时候 要学会这个刷牙方式 其实幼儿的时候 生出第一颗牙齿 父母就要了解到 怎么去照顾 我们新生儿的牙齿了 这方面的知识 我会推崇是说 去找我们专业的 儿童牙科医师 让父母学习到 更有效率 让孩子不抗拒 不害怕 去刷牙的效果 然后对我们成年人来说 会遇到第二个阶段 会需要注意就是 你开始觉得 牙齿容易敏感了 牙齿容易酸了 因为我们在 日积月累的饮食状况下 甚至磨牙状况下 我们牙齿表面的 法郎子流失 甚至产生的 鞋尾裂痕 或是牙齦萎缩的 状况 都会让牙齿敏感的现象 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来越明显 很多牙齿到后期 法郎子完全没了 它需要做根管治疗 否则它一咬就酸 或者它需要做牙套 或是我们现在 比较常听到的 陶磁前提或3D尺雕 这类的人工法郎子方式 去修复 这些都可以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 就是预防生育治疗 而且也比较便宜嘛 当然 我觉得时间是一个重点 因为你要看牙医 第一你要对抗心理的恐惧 你要排出你的时间去看牙医 你可能上班要请假 但是我还是说 所有的牙齿的问题 都希望它在小问题的时候 就处理好 怎么让牙齿表变大的问题 就是你平常刷牙要刷好 如果可以的话 定期找牙医师检查 在小问题的时候 赶快处理好 就不会演变说 未来要根管治疗 未来要做牙套 甚至要止牙 甚至现在常听到的 全口止牙 全口重建这种方式的事情发生 医师刚刚其实提到 预防剩余治疗嘛 其实备用力 它除了修复牙膏之外 它有另外一款护营牙膏 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请叶医师 也跟我们谈一下 它的成分是怎么帮助 我们的牙齦健康 贝欧尼它的修复牙膏 还有它护营牙膏 它其实除了含有 它最主要的成分 就是20%的仿天然法洋子微粒 BioHAP成分之外 它还同时添加了护营成分 比如说乳铁蛋白和玻尿酸 乳铁蛋白其实就是 我们人体的一种免疫球蛋白 它可以抑制我们口腔类细菌 去形成形成代谢 白话一点说就是它会阻止细菌的生长 让细菌被压抑下来 那我们刚刚提到牙周病菌 就是造成我们牙周病的元凶 当我们牙周B菌 被我们的乳铁蛋白抑制的时候 我们的牙齦就不会容易的去发炎 也不会造成牙齦流血 刷牙流血 或是牙齦流失的这种状况 另外的玻尿酸的成分 它其实是有助于滋入我们的牙齦 并保护我们牙齦让一些熟灵的族群 可以远离一些牙周病的危险 保持它的牙齦健康 夜医师那你自己使用这种 护营牙膏的感受是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自己在过年前 有开始使用这款牙膏 我那一阵子就是我的 右上角的牙齦其实在肿 那我其实知道我 偶发性的会有这样牙齦肿胀的状况 可能是因为身体太累 或是太过疲倦造成的 那我以往的经验上 都是需要刷干净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自然会恢复健康 但是在我使用了 贝欧尼牙膏之后啊 大概三到四天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肿胀的地方 已经完全改善恢复健康了 那这效果也是让我觉得 还不错 还蛮好的 比我以前的一些经验 好太多了 这个牙膏的优点是 它在刷完之后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它其实不会有很刺激的味道 很温和 如果你对饮食习惯温和的人啊 我其实蛮推荐这种口感的 那我还有很明显的 可以感觉到 贝欧尼的修复牙膏 它在刷完之后 它会在我的牙齿表面 形成一个薄薄的保护膜 这保护膜 你用舌头舔 是可以真的感觉到的 虽然 这种每天的进食 或是牙齿讲话的摩擦下 这保护膜会慢慢消失 但是 再次刷牙的时候 你又会感觉 这个保护膜又重新的 包覆在我们牙齿表面 提供一个包覆 然后让你很安心的效果 那这种平滑感 也是其他的 市面用 我曾经用过的牙膏 是没有办法提供的 贝欧尼牙膏 它其实它含有的是一个HAP 就是仿天然的成分 其实跟我们的仿胜值 是一样的一个成分 所以你在刷的时候 不小心吞下去 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 如果希望修复的效果 更好的话 其实这边可以建议大家 我们在刷牙之后 不需要漱口 只需要把我们 产生一些泡沫吐掉 那剩下的一些 大家其实可以放心的 吞到肚子里 其实是没有关系 因为它还是一个 跟我们身体的结构 是一个很亲和力 很高的一个结构例子 不需要漱口的效果 它可以让我们的牙膏 的修复成分 在我们的防智表面 持续更长的时间 它就可以让我们的牙齿表面 比如说敏感性的牙齿 或是已经脱钙了牙齿 它有更长 更好效率的机会 形成再矿化 或是去敏感的效果 所以这边 其实可以建议大家 在用 背后你修复牙膏 刷完牙之后 可以不用漱口的 今天就非常谢谢 叶医师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50岁以后 法郎值更需要 好好的保护 是的 那这个保护 它可能也不需要 你花很多的心力 你旋对牙膏 然后每天都用 正确的方式刷牙 它其实有点像是存钱吧 帮你自己存一个 法郎值的保护 这样讲是没错 其实是没错 把你的法郎值 用一个好的方式 把它saving下来 好好的使用 那房子可以陪我们到 80岁90岁都有可能 我还是看过很多患者 他们到90岁 还是20几颗牙齿 在口内的 还是有见到的 但是我也见到很多 40岁的人 一颗牙都没有 这真的是跟你的 保护牙齿的习惯 很有关系 所以正确的 保护牙齿的方式 选择对的产品 我相信都是一些 对你的人生投资 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保护牙齿 其实就是为 未来的你 做一个很好的程序 对啊 没错 如果大家喜欢 今天这一集节目 欢迎到Apple Podcast 留言告诉我们的想法 或者是也可以 追踪我们的频道 然后赞助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